同样是李爱鹏的女儿 将李烟和李夏放在一起 差距立马就出来了 众所周知 因为一出生就带有缺陷 所以李烟的天后母亲和演员父亲 完全是把她教养着长大 当天心还在为30块摆地摊时 李烟已经背上了价值五位数的爱马仕包包 穿上了上万的名牌衣服 就连脚底踩的鞋没有七八千也拿不下 不过这些在李烟的日常开支中 根本不止一提 因为人家就读的学校 可是世界上就读门槛最高的私立学校之一 单单一年的学费便高达五百万 由此不难看出李烟究竟有多受宠 而相比之下 李阿鹏的小女儿李夏似乎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因为打从她出生开始 李阿鹏就计划着将她送去自己创办的陪德学院学习 这也引起了李阿鹏现任妻子海哈惊喜的不满 毕竟作为母亲来说 谁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教育和生活 李阿鹏的那所私立学校不仅师资力量跟不上 就连学生也没几个 而从这也能看出 李阿鹏想送女儿去书院读书是其次 借李夏之名给自己的学校做宣传才是最重要的 也许是看透了丈夫的想法 哈海惊喜才会强烈反对 甚至在网上公开吐槽 为此李阿鹏只得解释称 李燕之所以上国际学校全都是前妻王妃的安排 并且也是她办理的手续 学费是两人共同承担 不过虽然李阿鹏对此做出了解释 但她的偏心却是有目共睹 李阿鹏会为李燕去掌握无良记者 为她成立燕燃基金会 而轮到李夏生病时 她却只是忙于直播事业 全程只有海哈和外公忙前忙后的照顾 不仅如此 两个孩子的名字也天差地别 与李燕这个饱含爱意的名字不同 小女儿李夏的名字 据传和王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为王妃小时候的名字正是脚下 为此许多网友认为 李阿鹏是借女儿之名怀念前妻 毕竟当年她是真的爱王妃 不然也不会为她抛弃周迅 分手仅仅20年 李阿鹏周迅如今的人生境遇究竟有何不同 2001年李阿鹏与周迅在拍摄电视剧 射雕英雄钻石相识 彼时的周迅清色可爱 一出场便俘获了李阿鹏的芳心 以至于全然忘记了自己已经跟女友曲颖订婚 而周迅对她也同样是芳心暗序 甚至放话称 李阿鹏满足了她对完美男人的所有幻想 为了给周迅证明 李阿鹏在与曲颖分手后 迅速与周迅确定了恋爱关系 恋爱期间 两人亲密无间 李阿鹏会为周迅制造各种小惊喜 而周迅也会为李阿鹏放下工作专心陪伴 只是就在外界以为 这对金童玉女会走到最后时 王妃的出现却打破了瓶颈 最终周迅沦落到曲影的结局 李阿鹏与王妃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如今距离两人分手已经过去20年 二人如今的发展也堪称云泥之别 在与李阿鹏分手后 周迅将所有的心思放在了事业打拼上 拿下了多个影后桂冠 事业发展顺利 爱情也不遑多让 虽然与李阿鹏的感情让他受伤很深 但周迅依旧敢爱敢恨 先后与黄爵李大齐恋爱后 与高圣远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只是可惜的是 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六年 便在2020年画上了句号 不过远离男人之后 周迅反而活得更潇洒 如今的他捧出了张静怡等一众小花 直接转型做了资本 而反观李阿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他与天后王妃的婚姻 仅仅维持了八年就以失败告终 此后李阿鹏隐退于圈 开始专心经商 奈何他实在没有经商天赋 不仅将多年积蓄赔了个精光 还欠下了一屁股外债 甚至走投无路到要给债主下跪 好在困难时 他如今的妻子海哈清洗 一直排在他身边安慰鼓励 他才逐渐走出了阴霾 开始重振旗鼓赚钱养家 不过回看他与王妃的感情时 不免还是让人觉得可惜 李阿鹏们死的不是乡里的蝴蝶 而是王妃对他最后的耐心 这一幕发生在某商业活动现场 本来应该是李阿鹏和品牌方的主场 王妃只是陪伴丈夫参加 不料在活动过程中 李阿鹏突然将王妃请上了台 美名其约要送给他惊喜 不料李阿鹏精心准备的惊喜 对王妃来说无异于惊吓 因为结婚时候没有给王妃准备钻戒 于是李阿鹏便借着品牌方的名头 要补齐这个仪式 或许是想营造独特的浪漫 他把钻石和蝴蝶 都放在了一个透明的箱子里 等到前面那一大堆话讲完揭开惊喜 蝴蝶早已闷死一大半 众所周知 王妃本来就是一个信佛的人 为此他还专门买下一套房子 去供奉自己请来的佛 因此李阿鹏这一行为 无疑是在他的雷区上跳舞 他的表情也一变再变 但考虑到是李阿鹏的主场 最终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心疼地捡起了地上的蝴蝶 整个现场尴尬不已 或许在外人看来 李阿鹏只是好心办了坏事 但对王妃来说 两人精神层面的追求 其实已经出现了分歧 在某次访谈节目上 杨岚问及李阿鹏 最喜欢王妃的哪首歌时 王妃首先抢答道 眼看自己伪装的好丈夫人设 即将被戳破 李阿鹏只好招补表示是传奇 然而听到这句话后 王妃就差点把白眼翻上了天 王妃有那么多代表作 但李阿鹏却只记住了 王妃翻唱的传奇 可见他对妻子究竟有多不用心 而王妃也明显不想再陪他表演 以至于整个访谈进行得非常艰难 其实也不怪王妃不给他面子 一个结婚前发誓要好好爱你的人 婚后却拿你做噱头为他的商业铺路 任谁也不会接受 更何况是王妃这种追求纯粹的人 因此与其说两人的分开是一种遗憾 不如说是各归各位各得其所